感谢委员长关怀 对于济南 你要格外的小心 韩服局拥兵自重 素来不负中央 这种人 我早晚是要给他点厉害看看的 这样吧 我马上下命令 把原先拨给韩服局的重炮旅 调给你指挥 是 报告总司令 我军正面进攻得手 孙军长请求派部队包抄日军后路 我抄日本人的后路 老蒋抄我的后路 整整一个炮兵旅 一炮没放 全他家都给调走 我不是傻瓜 我拿脑袋去装日本人 去 告诉孙冬先军长 全都给我撤回来 一兵一族也不留 是 今天这个事儿 诸位都看到了吧 不是我韩母不抗日 实在是老蒋 不仁不义 欺人 太甚 今后 谁敢说我韩母不抗日 我就毙了他 快趁热吃吧 报告 进来 日军击鼓师团的主力 从清城济阳之间渡过黄河 逼近济南 马上给韩总司令发电报 命令他在周村县固守待员 韩总司令的部队 现在已经撤到济南 什么时间 韩总司令刚来电报 他说炮兵力又给调走了 难以孤手 荒唐 德公息怒 叶某 从今天起 没有我的命令 五战区的一兵一族 不容许任何人随便调动 德公 委员长的脾气 不要管他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先生 有什么事啊 郭院长 南洋花侨领袖陈家庚先生 远入徐州方面的物资运到了 昨天下午 我去参加交接仪式的时候听到 不少人在议论 说九国公约组织出卖了我们 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他们懂得什么 战争是需要拼实力的 照我们国家 现有的物资储备 只能够达半年的 所以对付日本人 能够用政策解决问题的 就绝不能采取战略 现在 连美国总统 罗斯福都在谴责日本人 可见 我们在政治上的胜利 那是不可低估的 委员长 还有 这是延西山的报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严长官指责川军 军纪废迟 不停调遣 非要把他们赶出二战区不可 这些烂部队和土匪一个样 为了这件事 我也同一战区城前 长官商量过 他也一口拒绝收留川军 那这 既然大家都不要他们 让他们回四川 城王城罢好了 这样吧 我再问问武战区里长官 看看他的意思如何 可以 你给德龄打个电话 建胜 我看世界上没有无用之兵 只有无为之将 当年诸葛亮扎草人做移兵 传军总比草人强吧 可以 请你马上把他们调来好了 燕某 你对张子忠的看法如何 您的意思是 目前我们在金浦路父辈受敌 两面作战 从军事上讲 没有一个可靠的预备队 那是很危险的 如果我们能救张子忠 与水火之中 他肯定会拼死相报 这样 我们手中不就有一支可靠的胜利军了吗 可眼下他的处境 这 我在南京时 就听到不少人替他抱不平 说他就任北平市长 是奉了苏哲元的密令 如果不是他出面与日本人周旋 二十九军十几万人马 怎么会安全撤走呢 他不过是待人受阔罢了 可五元长不点头 谁敢用他呢 我最喜欢之来之去 韓出席は率直な言い方が好きですから 何か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らどうぞ よし それなら 私も端的に伝えよう 新付箋を通じさせようとして 我が軍部は 韓将軍の軍隊に 直ちに撤退行為を提起することを要求し また災難を解いてくれ そうしないと 大日本の皇軍は絶対に許さない 否則大日本皇軍絶不留情 日本側は許さなければ こちらも弱いものでありませんから 三島と災難は絶対に遂げません 自分で読みなさい 最後通牒 山東省主席韓府渠 目前 そうしないと 我が軍は 将對激南 最難に 採取 軍事行動 とって原罰にしよう 原懲不大 よく考えて 万望三思 早速決心しろ 大日本皇軍 華北派遣軍 第十師団 第十師団 師団長 磯谷康介 一股連戒 宋柯 どうぞ ついにしてください ついにしてください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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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